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6月7日 欢迎收看今天的华尔街财经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 韩国计划加快其太空发展计划 包括进一步推动与美国的合作 此举可能有助于拜登政府的亚洲战略 同时遏制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力 韩国总统文在寅昨天在一次演讲中说 我们将扩大与包括美国在内的 国际社会的太空合作 并且补充说首尔将加快 其太空运载火箭的开发计划 这次讲话是在美国总统拜登 在白宫会见文在寅两周后发表的 这是华盛顿推动与盟国建立统一战线 以应对中国和朝鲜等国 带来的安全威胁的一部分 美国同意终止长期以来 限制首尔发展射程在800公里以下导弹的准则 该准则的终止使中国的主要城市 处于韩国的导弹射程之内 并且提高了首尔打击朝鲜的能力 文在寅说导弹准则的终止 不仅意味着我们已经确保了我们的导弹主权 而且还标志着我们的太空之旅的开始 基于强大的韩美联盟 我们将更加积极的应对不断变化的安全环境 在华盛顿举行的美韩峰会之后 韩国加入了美国宇航局的探月联盟 成为阿尔特密斯协议的第十个签署国 该协议规定了参与月球探测计划的行为规范 韩国今年将花费5.5亿美元用于太空开发 旨在提高其生产卫星 火箭和其他关键设备的能力 文在寅在讲话中还建议 韩国可以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他说韩国与美国的联盟是为了保护民主价值和人权 并且补充说首尔希望将其发展成为一个更加全面的联盟 西门子前总裁德国经济亚太委员会主席凯撒 近日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 向德国政府和企业提出建议 德国不要站在中国的对立面 但同时也要努力寻找替代方案 他说一个出口国无法承受贸易争端 但是也不能依赖一个不可预测的外国市场 今年5月份德国经济亚太委员会 公布了一份立场性的文件 叫做欧盟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 及德国经济前景展望 这份文件建议德国经济 应该在中国之外的亚洲地区 寻找其他的市场和伙伴国 文件分析认为 亚洲依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德国经济亚太委员会主席 西门子前总裁凯撒指出 如果欧洲不联合起来 那么全球标准的制定 就将在中美两国之间产生 今年5月20号 欧洲议会以599票赞成 30票反对及58票弃权 大比数通过决议 冻结审议与中国的中欧投资协定的批准进程 决议指出 如果要恢复审议投资协议 那么北京必须先取消 对欧盟政治和外交人员的制裁措施 虽然这项决议没有约束力 但是在欧盟的27国政府中 具有政治影响力 也意味着中欧双方在2020年12月底 达成的协议无法继续的进行下去 这一僵局对中国和欧盟都是一个挫折 因为这份投资协议 经过7年谈判才达成 协议将对欧洲在中国的投资和知识产权 提供更大的保护 欧洲外交官员说 中国希望提高作为贸易伙伴的国际地位 凯撒指出 现在最大的希望 就是期待欧洲能够进一步的加强一体化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长期的繁荣 他建议秋天德国联邦大选结束后 新的联邦政府全面着手这个问题 他说 德国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 在许多行业都是技术和市场的引领者 如果这个关键过程出错 那么德国的损失将会最大 他还说 很明显的是 中国现在正在以越来越清晰和高效的方式 落实其谋求领导地位的主张 所以我们不可避免要去因应中国和它的制度 凯撒还在采访中提到一带一路的问题 他称欧洲人低估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经济影响和地缘政治影响 他说 现在我们必须留意美国人有什么打算 他们很可能把台湾 韩国 日本和其他一些拥有共同战略利益的国家聚集在一起 那么 这些国家今后就会和美国展开更加密切的合作 而不是和欧洲 因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 欧洲很难和这些国家列在一起 而且欧洲也不可能成为这些国家的保护国 欧洲人必须要当心别被落下了 今年2月份 美国前参议员吉姆韦伯曾经在华尔街日报上发文 倡议拜登政府考虑启动美国版的一带一路 他呼吁拜登政府开始重视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经常被忽略的国家 给这些地区选择美国的机会 以此来抗衡中国的影响力 6月1日 七国集团计划推出一项清洁绿色倡议 其主旨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框架 支持其可持续发展和绿色转型 这项倡议也被看作是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针锋相对的替代方案 华为的鸿蒙系统将借由国家力量来迅速推广 华为消费者业务软件部总裁王晨璐透露 华为已经将最内核的基础架构原代码全部捐赠给中国工信部旗下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 各个厂家都可以平等的在该基金会获得代码 生态企业可以根据各自的业务诉求做自己的产品 后续企业是否采用鸿蒙系统 是否加入鸿蒙生态 就是企业的自己选择了 有很多的鸿蒙系统产品已经在卖了 开发者大概有近50万 不过业内人士认为与安卓或者苹果iOS千万级的开发者群体相比 鸿蒙依然处于发展初期 而在未来硬件合作厂商应用程序数量等 将成为决定鸿蒙生态发展的关键因素 王晨璐近期曾经表示 由于当下华为在高端芯片的获取上存在一定问题 而鸿蒙系统就是华为解决芯片问题时留住用户的工具 市场解读这是中国软件操作系统上的一个里程碑 有望打破谷歌苹果等公司对操作系统的垄断 从目前市场上的操作系统市场占比来看 安卓占全球68.6% 苹果占30.9% 华为鸿蒙操作系统的出现将有可能打破这两家独大的局面 美国前总统川普在北卡罗那州共和党州大会上发表讲话时火力全开 他谴责美国传染病专家福奇再次要求中国赔偿 并且称对其财务的调查是一种迫害 他还暗示会参加2024年的选举 这是美国前总统川普今年1月份离开白宫后 首次在重要场合公开发表演讲 川普批评福奇对新冠疫苗的处理方式 认为对方并非是一个好医生 而是一个擅长自我营销的人 他说福奇在新冠病毒问题上步步都错 对病毒来源的评估也是错误的 福奇曾经对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的说法表示质疑 川普在演讲中还表示 中国应该向美国和全球支付10万亿美元的赔偿金 他还呼吁各国不用向中国偿还债务 川普还表示纽约总检察长办公室对川普企业集团的形势调查 是民主党人要扳倒他的又一次尝试 纽约总检察长詹姆斯目前正在审核川普集团 是否故意虚报其资产估值 以获取贷款并且获得商业和税收上的优惠 另外川普还誓言要帮助共和党人 在2022年的国会选举中赢得席位 并且再次暗示可能在2024年竞选总统 他说美国的生存取决于我们在各个层面选举共和党人的能力 从明年的国会中期选举开始 北卡罗那州共和党主席惠特利介绍川普出场时 称川普为我们的总统 这是因为川普指控民主党2020年从他的手上偷走选战 但是这种说法并未得到证实 法国竞争管理局对谷歌公司处以2.2亿欧元的罚款 原因是谷歌滥用其在网络广告市场的主导地位 进行自我利好 法国竞争管理局今天在发布这一消息时表示 谷歌没有否认这些指控 双方已经达成一致 谷歌同意支付这笔罚金 谷歌还同意调整其行为 法国竞争管理局接受了他的承诺 法国竞争管理局指控谷歌滥用其在广告市场的主导地位 管理局称谷歌在其广告管理服务器中自我利好 法国竞争管理局说 谷歌的错误做法非常严重 受到谷歌影响的包括当地的新闻机构 他们已经因为报纸的订阅数量的下降 而遭受严重的经济创伤 法国竞争管理局认为 像谷歌这样拥有主导地位的公司 负有特殊的责任 该局负责人伊莎贝拉在声明中说 谷歌的做法严重减弱了新兴在线广告市场的竞争 使得谷歌不仅能够保持其主导地位 而且还能够不断扩张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